又是煎又是炒料理台上 业者动作熟练的准备早餐 或是常见的小吃店 全扣瓦斯来加热烹调 但如果碰到旺季 瓦斯需求量大增 常常供不应求送不完 随着一粒一休上路后 劳动部考量人力问题 决定松绑 劳动部最快下礼拜 就会把瓦斯零售批发业 纳入四周弹性工时 从原本的座期休一放宽 到十四休二 休息日可以在四个礼拜内 自由調配 最常连上十二天班 幫瓦斯业者的人力缺口 來解套 雖然放宽 但瓦斯工会不满 分裝廠没跟进 因為現行規定 每家瓦斯行 最多只能擺到六桶 到了旺季变成空油桶子 却没瓦斯 修了法 还是没用 分装厂这一块 他并没有完全同意 他是用弹性工程 瓦斯店礼拜天不休息 他也就不能休息 如果他休息 我们在营业 没有瓦斯可以营业 让我们上下连成一块 才有办法为 百分之六十五的 桶装瓦斯的用户服务 业者反弹 劳动部回应会再纳入参考 但从物流业到瓦斯业 一粒一休先后放宽松绑 也让劳团痛批 未来只会让更多行业 跟着效法 产生溃提效应 就怕苦的 还是广大劳工 借红旭吴登丽台北报导